官方終於做事了 更新奪寶造型 一次還新增了布萊特跟金娜兩個造型 官方還承諾每一季都會定期更新造型 那麼今天就來實測抽奪寶 奪寶的寶底是201抽 必定會中傳說水晶 目前我幸運值是4 每一周會增加一點幸運值 幸運值越高抽獎機率就越大 我已經累積了434顆魔法水晶 歡迎大家留言有沒有人累積的水晶比我還更多 我水晶是沒有買的喔 都是官方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可能有兩年沒抽的量吧 抽獎的過程我們就快速帶過 想要看結果可以再往後拉一點 會直接能聽到結果喔 好的 目前幸運值104 109 114 喔 中獎了 最後我算了一下 這次我花了120顆魔法水晶 那加上原本幸運值有4嘛 也就是幸運值到124的時候抽到 那過兩天也會去實測 去抽金納那個造型 再去抽一顆傳說水晶給大家看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這幾天 再follow一下我的新影片 那我們就去實戰實測一下 布萊特的全新造型 哈囉 早安你好 秀哥 今天在排位要玩非常冷門的布萊特 奪寶這套抽獎系統呢 是傳說第一個抽獎系統 那也因為奪寶這套抽獎系統 他抽的錢都是固定的 你最多最多就是201抽 那一顆魔法水晶是40點券嘛 你再怎麼抽 最多官方就只能賺8000點券 更何況魔法水晶官方會一直送一直送 雖然送的頻率不是要太高啦 但至少對官方來說 最多他只能賺8000 但是你看喔 相較於那些過年的造型 動輒破萬 官方要怎麼賺對不對 所以官方大概奪寶系統用了一年左右 就直接放棄了這套系統 奪寶這套抽獎系統 已經超級久了 他是在佑哥19歲當兵的那個當下出的系統 第一個出的造型是呂布的泳裝造型 我能分享的真的超多超多 我說個三天三夜或許還說不完 我覺得傳說對我來說 至少佔滿了我腦袋三分之二的人生記憶 有時候也還蠻懷念以前的傳說 天真無邪 然後也沒有太多華麗的系統或是特效 然後也因為現在傳說 越來越多華麗的特效 甚至那些造型特效都很浮誇 變成現在手機要很好才玩得起傳說 好啦 那大概分享到這邊 如果還想聽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以後後續的影片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這邊帶著凱撒路、弗洛倫來到中佐打架 這隻齊爾已經沒有大招了 我的大招也是直接開起來 有沒有機會四連殺呢 有 再把特給殺了 這邊二技能一個腦衝 打上癮了 我對不起我的隊友 如果我不進去 回頭再去吃個魔龍 多香啊 對吧 好吃完藍 看到上路 其實我本來要吃魔龍的 但上路這兩個人這麼深 沒有理由不過去吧 那布萊特在目前版本 其實他克星超級多 像我這場已經很晚才選了 我選下布萊特 結果對面輔助 亮了一隻安奈特 我就知道 我這場很難進場 但也不擔心 我們有超人還有阿萊斯特 有人能陪我一起衝 又有人可以幫我壓制 還算是過得去 挺不錯的 來來來 看到上路 被塔殺了 有沒有機會從側邊切過去呢 這齊爾一看到我 直接開大欸 那我的大招也開了 我走不掉 只能跟他們拚到底 最後換掉一隻齊爾 除了安奈特很克布萊特之外 其實有控制的角色 都很克布萊特 因為我開大期間 你把我暈在原地 對吧 我就不能動啦 克里希 二技能抬一下 你看 暈眩1.5秒 往後拉 阿萊這個榜 相當的給力 邊打邊拉 超人 推得很棒 左邊有一隻安奈特 應該是留得住 又是大招 讓我回想起前幾天 我有再出過一部 布萊特的影片 我相信忠實粉絲應該都還記得 那部影片我玩布萊特 對面的輔助也是安奈特 每次進場的瞬間都會被他大招彈出來 暈在那邊不能動 就會被他們隊友的控制技能combo之類的 滿討厭的 欸 安奈特 我以為草叢只有他 結果還躲了一隻 特安娜絲 感覺我不能冒然的進場 一定要等 弗洛倫或是超人在 就可以幫我打亂一下他們的後排 不然我一進去 絕對是吃他們控制吃好吃滿的 羅倫 滑的不錯滑的不錯 我都忘記跟大家介紹這個奪寶造型 因為這次我們的影片 主角是這個造型對不對 這次布萊特跟金娜的造型特效 老實講 就給的沒那麼有誠意 以過往官方更新的奪寶造型 他們造型的特效大概都會做到 只夠七百一甚至做到只夠一千二點券 等級的特效 但這一次金娜跟布萊特 他給的造型特效 讓我感覺價值只有五百億以下 五百以下 勇者系列的造型 中路教爾凱撒感覺沒得打 結果這個齊爾自己飛過來 被阿海綁到 二技能往前貼 這隻安奈特既然沒有大招 再來塔莎 克里希 還有特安娜絲 成功拿到四連殺 我本來還想要五連殺的耶 但是我的血量 不允許我這麼做 假如你身上只有一顆傳說水晶的話 我指的是傳說 就是你已經抽到最大獎的那顆水晶 只有一顆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大家 去換你以前官方出的造型 就是像鬼武者系列之類的 我不推薦去換現在新出的布萊特跟金娜 這個造型特效給的真的沒誠意喔 那女超人我很怕被他拉過去 所以就這樣吧 撤退 去吃對面的紅 接著就要想辦法吃凱撒 再推進去 看到中路 對面的人非常多 拉維爾的大招中了女超人 但我們打不進去 我現在主要是要等超人跟弗洛倫先幫我開戰 我去用第三順位做進場 不然我第一個或第二個進去的話 絕對那個招 控制技能都會放在我的臉上 這個凱撒吃到一半 其實我蠻想要放棄去打架的 但看到射手 我只是要吃 那我們就把他吃完再來打架 大招開了 貼克里希 貼完 我又被安奈特控到 控完 人都跑光了 我也死了 但我們的隊友超急躁 他們就剩下一隻安奈特 只要把他殺了 遊戲就能一波結束 最後跟大家聊一聊 出裝方面 我自己是用全服第一名出裝 還有出雷電戟 我本來也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雷電戟 還是用傳統的聖劍加颶風的出法 最後想一想 那我們就用全服第一名的試試看吧 最後意外還不賴欸 布萊特就分享給大家 我是尤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出雷電戟 鼓掌